李先生的弟弟他的这个工作做这个主持人以外 他还包含了要为店铺去打扫卫生 要为店铺里去进行执办 包括我并不是随意的 他是需要向老板请假 所以说老板对他是有这种直接的管理的关系的 如果是要管这个打扫卫生 管其他的厂管维护的话 他唯一可能的收入是对应了他每天参与的这个游戏的场次 所以你讲他说 说他是受老板管理 我觉得这个至少从我们看他的现有的证据来看 还是很弱的 但是我们就是退一步来说 即便认定不上是劳动关系 我们认定劳务关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劳务关系下的话 这样刚才我们讨论的工作时间以及排班制度的不科学 老板说了一句话 只要你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来 其实老板也是对于自己这种排班制度 或者是对于自己这种工作强度有所了解的 这里边其实没有排班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月的过程当中 他和老板之间无形当中就达成了这样一种 一致的工作时间状态 你不能说你只要是女孩能住就行 那不对 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的责任就大于普通的员工 如果严格的就是案件里面 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能称之为老板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他的劳动的行为要受雇佣者的支配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们这个案件里边吧 好像是劳动者有太多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权利 而且呢他甚至和老板一样 要同时承担没有收入的风险 我可以不称他为老板 或者说他是个雇主 或者他就是某某什么先生 但是至少你经营的这个场馆 你不能够做出一个不主动 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里的 大多数的这样的场所都是这样的 大多数的场所都是这样 不代表大多数场所都是对的呀 大多数场所都是对的 因为这个社会呢 你不能把单个的偶然的这种风险 施予给普遍的经营者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的吃饭吃个多 他手下的员工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去进行关照 员工是一个留在证明的问题 刚才我们的这个证据当中也提到了 老板反复强调了超过两点算加班 所以说既然提到了加班 一定是老板认可你是我的员工 他难道没有义务去对于给他打工这个人 或者是给他提供劳务的这个人 进行一个合理的谨慎关照吗 事实上没有 至少反正上没有 李静律师和韩浩律师根据现有证据 将李静与剧本沙管老板之间 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作为落脚点 展开了讨论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员工服从单位管理 单位提供劳动报酬及保险等福利待遇 可以理解为正式职工 而劳务关系是指双方仅存在财产关系 即只支付劳动报酬 对其他方面没有约束 相当于我们理解的临时工 而陈婉夏律师则就事发场所的特殊性 对剧本沙管老板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进行了剖析 三位金牌律师发动头脑风暴 各输几件 力求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大利益 对剧本来说